顺治十八年 正月初六的深夜 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 一代少年天子 匆匆离开人世 留给世人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 青史专家的研究考证 撩开了顺治死亡之谜 神秘的面纱 顺治换天花而去世 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 顺治患病趋势 应该属于正常死亡 然而轻功档案 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 知字未提 惠莫如深 顺治死亡的背后 似乎还隐藏着什么 难以言明的秘密 我们听到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吗 那些被人们遗忘的 被积谋掩盖的 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系列历史探索纪录片 迷失的踪迹 清东陵位于河北尊化 是清代皇帝主要的陵园之一 顺治死后 朝廷依照他的遗嘱 就将他葬在了这里 这块风水宝地 是顺治十四岁那年的冬天 在打猎的过程中 发现并确定下来的 应该说呢 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打猎活动 因为皇帝行为打猎 一般都是在秋天举行 而这次呢 却偏偏是在冬季 事实上这次行列 不过是一个堂皇的托词 顺治八年冬天 京城天花大爆发 死亡的阴影永照皇宫 顺治不得不远离京城 来到尊化一代的山椅之中 明媒行列 实为必斗 一代天子 竟为天花所破 不得不离开皇宫 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 寒山洞水之间 天花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一种传染性很严重的病 而且死亡的比较高 特别是这个满足路关之前呢 它在上海关外 当时呢 是地广 人稀 疾病的传播机会相对少一些 满足路关之后 到了中原地区 细菌的传播就比较厉害 另外 他们刚一进关以后 水土又不服 顺治进关才18年 时间比较短 所以很容易传染上 这种天花的疾病 顺治18年正月初九 布满八岁的康熙 坐在了紫禁城金鸾殿的宝座上 而康熙之所以能坐上 今天的龙椅 是因为他已出过天花 对这种可怕的疾病 终身免疫 对于天花 当时的人们几乎是弹枝色变 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 清朝正史中 有意隐去了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 这是顺治年间 一个叫张臣的官员 所写的个人笔记 书中这样记载 正月初七这一天 也就是顺治驾崩后的第二天 朝廷在传遇大赦的同时 还传遇民间不许炒斗 不许点灯 不许倒垃圾 不许炒斗 不许点灯 不许倒垃圾 这些禁忌啊 只有在皇帝出斗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那么京城内外出现了这种情况 与寒林院学士王熙的资传年谱中 所记载的呢 也是基本吻合的 所以呢 可以推断了 顺治皇帝啊 就是因为天花死去的 史料的研究结果 几乎全都倾向了顺治 死于天花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 似乎能够消除所有的疑点 但是为什么几百年来 对于顺治的死亡 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猜度和怀疑呢 王荣生 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 十年前 他曾经发表一篇 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 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系 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 这个我看了个 现代的医学和古代的医学 古代医学 比如说康熙朝的 有一个叫张露 它有一个人数叫做伊通 这里面讲了天花的症状 是非常之 讲了很多地方讲的 张氏伊通中 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 豆疮将出 必先发热 豆疮成江之时 精神倦怠 神思昏沉 不省人事 忽之不应 自语尼喃 如邪碎状 把高烧 当然它不会说多少豆了 把高烧昏迷 人体抽搐 这些症状 凡之说话就说 胡说吧 但是昏迷的一种表现 我们说了 性质是 发生天花 而且是很重的一种天花 这个 发高烧 发到39和40度 这个人就已经没有 很严密的逻辑思维 他就不可能去回顾自己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做的哪些做的对 哪些做的不对 这是做不到的 既然顺志 染上天花 临死前 必定陷入昏迷状态 那么 为什么在遗诏中 顺志 又异常清晰的 为自己 开列了 十四条罪状呢 另外他要解决他当时的一些很大的一些难题 这些难题就首先就是说要选一个接班人 谁来接会就当皇帝 选的是一个悬业 就是和尔康熙 但是很小 八岁 八岁的孩子必须要有辅政大成 要找一些跟多尔康熙没有关系的人 因为权力大啊 他是富士皇帝权力很大 要跟多尔康熙没有关系的人 这个在逻辑思维不严密 头脑不清晰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 很难做到的 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要很快要解决 必须得写在遗诏里面去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不是一个天花病患者 首先做得到的 王荣升的分析有理有序 但是在学士王熙的自传年谱中 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初六这天 王熙应召进入了养心殿 聆听完顺治皇帝的旨意后 便到乾清门起草遗诏 最后御前大臣们三次进览 顺治三次过目亲定 从天花的病症推断 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 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寿遗诏 那么王熙在自传年谱中所记载的 顺治临死前口寿遗诏 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 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 解决谁来继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 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王熙在自传年谱中记载 顺治是在初六午夜 也就是初期清晨此刻驾崩的 而据平谱杂记记载 张晨是在初八上朝时 才得知顺治驾崩的消息 不仅顺治驾崩时间的记载 相差了整整一天 顺治哪一天得病 史料上的记载 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青石录》中记载 人子也就是初二那天 顺治感到身体不适 平谱杂记中却说 初二顺治到闽中寺 看太监吴良府剃渡 而据自传年谱记载 王夕初一到初三 连续三天进宫请安 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 而且初三这天 顺治还和王夕讨论事情 天花发病初期 体温急剧上升 之后便是神思昏沉 不省人事 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 那么他就不可能 在初二发病初期 冒着高烧 到闽中寺 看太监吴良府剃渡 就算是回来之后才发病 第二天恐怕也很难 再就关系重大的事情 和王夕讨论 而且让人费解的是 为什么王夕对于讨论的内容 仅仅用了 巨不敢载 四个字简单带过 如果说王夕没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苦衷 为什么他要如此遮遮掩掩 闪烁其词 究竟是为什么 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 会有如此之多 异常明显的出入 这似乎很难用技术者的失误 来简单地下解论 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 另有隐情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录为止 地成册 行作笔 心当落 1992年 一个普通的下午 居住在厦门的郑曼玲 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 郑曼玲 郑曼玲的父亲 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代 去世后留下了不少 和先族相关的书籍 就在整理的过程中 一本书吸引了郑曼玲的注意 郑曼玲发现的手抄本 叫严平王起义实录 严平王是南明永利皇帝 为奖赏郑成功抗清有功 而赐给他的名号 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 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 从1912年抄写到如今 将近一个世纪 除了主人 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过 他的存在 严平王起义实录 一直由郑曼玲的爷爷 郑宇春保存 直到去世 才传给郑曼玲的父亲 而手抄本前夜 不可东移西界的训诫 让他时至今日 才迟迟浮出水面 2004年4月20号 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顺治被郑成功 避于厦门 这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来自郑氏家族 祖传的首抄本 严平王起义实录 严平王起义实录中 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有人密报郑成功 高旗之战中 顺治皇帝在厦门 私民港被炮积没 清军将领达速 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顺治被郑成功 避于厦门 惊人之言的出现 让专家们的目光 聚集在严平王起义实录上 就在研究考证的过程中 专家们发现 手抄本上还有一段 关于太师郑之龙 被害内幕的文字 其中再次提到了 顺治帝的死因 太师郑之龙详亲后 屡次写信 劝儿子郑成功投降 都以失败告终 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 这一次战略以后 这一次战略以后 因为顺治死了 死在延藏港 死在厦门 所以有一些 原来跟清朝的大神里面 跟郑之龙有矛盾的 就利用这个机会 给新的皇帝 也就是康熙皇帝告证 他说 人家可以打死你的父亲 指的就是说 郑成功 打死顺利 顺治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 把郑成功的父亲 给他出事 来报这个杀户之仇 那这样子 康熙听来 好像有道理 所以也就把这个 郑之龙全家 十几口 给他出事 2003年8月 一封来自厦门的信 摆在了社科院 青史专家 何灵修的桌前 让何灵修 没有想到的是 这封信 给他带来了顺治 被炮毙于厦门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看了这个信以后 我感到特别的惊讶 因为 因为200年 没有看见过 这样的记载 这个书是 郑成功 盐平王 起义思路 是 民国二年做的 等于清朝灭亡以后 这个说法才出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 这个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不可思议的说法 在厦门 却早有相关的传说 民间传说 明末清初 郑成功拒到抗清 顺治皇帝 御驾亲征 来到厦门 郑成功的部队 沿岸 清军激战 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 顺治皇帝 被郑成功 炮轰而死 顺治皇帝 真的是在厦门海战当中了吗 我认为顺治 是可以 可能 清真的 根据在哪里 因为我过去看过 他在这个 郑成功去 攻党南京 当南京还没有解围的时候 顺治就曾经表示 他要去亲征 后来就听说 南京已经结尾了 所以他才取下 清兵统帅达宿之死 也存在着颇多疑点 严平王起义实录中称 顺治被炮毙后 达宿畏罪自杀 在亲人研究郑成功的 另一部重要史料 海上建门路中 也有类似的记载 十月 清掉达宿 回京问罪 达宿 再省 吞金而死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逼迫达宿 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 一场败仗 何灵修 仔细研究了 厦门文史专家 提供的种种史料 不仅陷入了沉思 顺治皇帝被炮毙于厦门 这种惊人的说法 毕竟只是存在于 一份手抄本中 除此之外 再也找不到 其他相关凭证 我对这个炮毙顺治地 这个最早的 最简单的检查方法 就是看看当时人 怎么有这方面的 一点线索 所以我先看了 杨英的先王十路 这是讲郑正公事级的 这个里边没有记载 而且郑正公本人 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 他有一句讲话 他讲话也只是提到 去年虽胜达鲁一阵 就是说打败了达树 这个军队一阵 并没有说 打死了顺治 为什么郑成公 对这样一件重大事件 从未提及呢 不仅如此 南明大臣张皇炎 在给永历皇帝的 所有奏报中 也从来就没有过 关于顺治 被郑成公炮毙的 骗子之言 按道理说 打死顺治皇帝 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天大的功劳 但是也没有提到 就说明当时人 当时并没有这种说法 顺治十七年 清朝将领达速 带领清兵抵达厦门之后 便开始了和郑成公军队的激战 那么交战是四月 打得比较厉害 比较激烈 是五月 那么顺治 被炮毙的话 不能超过五月 五月以后 没有战事了 顺治十八年 新皇帝才继位 中间的空缺 达到了半年以上 这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叫权力真空 皇帝虚弦半年 权力真空 必将导致政治混乱 这种情况 在集权统治的封建王朝 根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顺治 真的是在五月份 被郑成公炮毙于厦门 为什么康熙 没有马上继位 而是足足过了半年 才举行登基大典 留下权力真空 如此之大的隐患 素来深谋远虑的 孝庄皇太后 会这样处理吗 严平王起义实录 带给专家们的 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 顺治是否御驾亲征 来过厦门 又是不是真的死于 郑成公的炮轰 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 和一个遥远的传说 专家们再也找不到 任何有力的作证 然而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答案的迷失 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 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三百多年的时光 悄然流逝 威严的紫禁城 依旧沉默不语 那段关于顺治死亡的历史 就在时光的流逝中 变得模糊不清 究竟是什么 夺走了一代天子 年轻的生命 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 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灵星记载 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 本来的面目 为了爱情顿入空门 只是充满想象力的传奇 而顺治被炮毙于下门 则是一个似乎永远无法求证的灵 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 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 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 顺治神秘的死亡 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镜墨中 永远被尘封了 然而历史正是因为 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 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